GO 好這是一個下海前的聲明 我古阿牧本人針對這次的實驗 所發生的一切安全問題由我本人自負 其他任何人都不得代替我去求償 或者是追討別人 或者是將責任歸咎在別人身上 我們這次開車下海的整個計畫 落水人員我們在事前就特別去上潛水課 只有經過專業的訓練 我們考的這張證照是 A級水費證照 大家應該很常看新聞 就是還是會有人不小心開車落入海裡 沒錯 我們是以教育的目的做出發的 而且前陣子剛好在彌陀的地區 就是這個彌陀漁港 就是這邊 新聞標題嚇得很手動 它寫說落海後秒程 到底秒程是多少秒 我們會在車子裡面綁氣瓶 然後開門或急破車窗抱著氣瓶 游上來 可以看一下我們練習的畫面 再來看一下我們車上的安全措施 可以看到我們車子 駕駛座 副駕駛座 還有後座 總共三個位置都已經安裝了 賽車用的安全帶 它可以把我們整個人固定在椅子上 最弱的那一刻不是會有一個震盪 對 這個可以確保我們不會前傾 撞到東西 掉到海裡之後 我們會第一時間內解開這個安全帶 然後解開氣瓶 把氣瓶拿起來 必須很快速的完成這整個動作 車下海之後 我們在車子的兩側 總共會準備四個潛水員 車子要吊起來的時候 他們要幫我們把 吊車的吊繩綁在車子上面 擔心說會不會車子下海之後造成污染 肉油 但實際上我們的車子在下海之前 都送去檢查過 有確定它不會肉油 沒問題了 假設它真的肉油的話 我們還有準備那個 吸油棉 先把裡面的地毯全部拔掉不要了 因為地毯最容易藏污納垢 然後車子也全部都清洗過 路搞不好撞下去的那一刻 車頭就進很多水 然後玻璃直接破掉 也有可能 有可能喔 希望不要 假設我們測試 在海面上還沒有完全沉的時候 我們測試開門開不起來 好我們會測第二個東西就是 完整的沉入海中之後 門到底好不好開 你有聽過嗎 大家都是說 這個門其實在水面上是推不開的 因為水很重會擋住門 可是你等車完全沉到水底之後 就很好開 假設種種原因 反正它就是推不開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測試車窗擊破 那大家常分享的就是拿 車子的那個靠頭 拔起來不是有兩根剪尖的 敲破玻璃之後游出來 那這個時候一定又會有人留言了 那你們的玻璃不就掉到海裡了嗎 這個我們也問過了 碼頭它底下有很多淤泥 這些淤泥是會定期清理的 玻璃掉下去會跟淤泥混在一起 到時候清理淤泥的時候整個撈起來 我們的集合點是 一隻手touch 我的右肩 我們互相摸一下 摸到三隻手就表示 可是我們三個都沒有人暈倒嘛 對 就是都OK 就開始嘗試開門 因為我們已經有請潛水員下去探過了 有視線 但不多 所以我們會配一個搖鈴做輔助 車上還會放一支蜂鳴器 假設有人發現另一個人昏了 那就直接中斷拍攝了 就直接按蜂鳴器 旁邊四個Standby的潛水救生員 就會直接來破窗救人 先以安全為 除非那麼完善 你這樣花多少錢 總共應該花三十萬左右 這單位應該都救去了 救護車嘛 三個救生員 救生艇 其他岸上的工作人員在兩側都有穿救生衣 我們總共就是圍這一區 這個棚子下面這一區 是不可以有其他人進入的 其他的應該就 下去才知道了 下去就知道了 假設有一天你不小心也發生 開車落海的狀況 除了網路上常見的這種 趕快開車窗逃走之外 面對其他狀況時 我們可能可以做什麼反應 好緊張喔 這一顆最緊張 祝我們好運 來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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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拿外注意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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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